小时候我的愿望是 有一场戏我这个人比较很吃烫 然后导演让我演出一个非常烫嘴的感觉 一开始我演不出来呢 我就真的拿很烫的去泡这个面 结果怎么烫都不行 最后嘴都要烫烂了 烫了二十多条 都不行 然后大家都很绝望 后来我说那导演 我知道了你要那个夸张 是真实力套不出来的 我起码我这个嘴套不出来 然后呢我给你 我给导演演 就是这样 而我是觉得 我这个戏呢 可能是我演的条出都是最多的 然后每条都不一样 然后导演说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 他非常喜欢我 下次还会用 因为我脱离是低级气味 除了魏大勋备受折磨 全程躺着的蓬蓬和大陆也难逃魔爪 一场入水戏份可是把他们都折磨吐了 因为有一次我扛着冲大海的那个 虽然把我淹在海里 扛着冲大海的那个 大陆会一遍一遍来 那天环境非常艰苦 天鹰的风很大 力气很大 然后前一天也拍了很久很累 对吧 结果那天非常身体虚弱 扛着 一面一面来 那天至少跑了 我如果在水里泡了七次 他至少跑了 都有十七八次 把我跑吐了 把我跑吐了 对要跑吐了 辛苦了 不是跑吐了 那天是已经跑吐了 也正是这份吃苦让三兄弟的感情更加深厚 所谓苦中作乐嘛 三兄弟一不小心就把导演给带篇了 我觉得就是要真心爱着对方 然后真的把他当兄弟 因为我们拍电影 然后我们彼此也是真的兄弟 我觉得观众是看得出来 不管是一期外都是 别看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每天在剧组 就是不拍戏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在一块玩得很好 然后每天一块打游戏 就你知道我们这么大了 还一起去网吧 真的吗 还带着导演一起去 你说这个导演 超和谐的剧组一起期待你们的新片啦 上海报道